教宗方吉克9月11号抵达新加坡张仪国际机场 这是他第45次国际木林访问最后一站 新加坡文化部长当地团体和青年 以及新加坡驻圣座大使前来迎接 在机场欢迎仪式中 有四名不同民族的儿童 为教宗表演了欢迎舞蹈 然后以各自的语言向教宗表达了欢迎的话语 其中的华人儿童对教宗说 欢迎来到新加坡 接着代表所有儿童向教宗献花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在航站楼外也有许多群众手拿小旗和标语牌 欢迎教宗方吉克的到来 当天唯一的活动是在圣方吉克沙欧略退醒中心 与在新加坡的耶稣会士们进行私人的会晤 教宗勉励大家怀着祈祷的精神 去应对社会上的种种挑战 另外退醒中心也是教宗此次新加坡行的下榻之所 9月12号 教宗在新加坡访问的首项活动 是在国会大厦接受欢迎礼 礼貌性拜会该国的总统和总理 然后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大学文化中心剧院 会见当局公民社会及外交使团 并发表在新加坡行程中的首篇讲话 此次新加坡访问 代表台湾的花莲教区黄兆明主教一行人 也在现场聆听教宗的谈话 教宗期许新加坡人民 不要过分讲求实用主义和吹捧绩效 这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导致边缘群体被排斥 教宗希望特别关注穷人和年长者 保护移民工人的尊严 因为有前人的劳动 才有今日繁荣的新加坡 9月12号下午 还有另外一项重要的活动 就是教宗在新加坡运动中心 国家体育场主持弥撒 有将近5万名信友参加 仅邻新加坡的亚太各国都为主教们 共襄胜举 代表台湾的花莲教区黄兆明主教 也受邀协同教宗主教神父们 共同参与弥撒共祭 教宗讲道时 引用格林多前书的读经内容 强调爱才能建设 教宗指出 世界上留下积极标记的任何一座壮观建筑物 能够被建立起来 不是单靠金钱技术 也不是工程 而是爱 在每件作品的背后 都能够发现许多爱的故事 它们来自在团体中彼此团结的男人和女人 为国家奉献的功名 关心家庭的父母 专业人士和工人 当一个伟大建筑落成的时候 奠基石上的记忆故事将提醒我们 没有爱 则一事无成 有时宏伟壮观的计划 能让我们得意忘形 幻想能依靠自己 自己的财富 自己的享受 成为自己幸福的主人 但最终生活 将我们带回到唯一的现实 没有爱 我们什么都不是 接着教宗进一步强调 信德告诉我们 能够爱与被爱的根源 乃是天主本身 因此这爱的特点 是极度尊重所有人 不论他们的种族 信仰或任何是他们 与我们不同的事物 以更大的欣赏和尊重来接纳 换句话说 接纳我们每天 在人生旅途中 遇到的弟兄姐妹 没有偏爱 也没有区别 正如新加坡社会和教会 做出的美好见证 它的种族如此多样化 同时又如此团结一致 所以每个人都是 最美丽的建筑 最珍贵的宝藏 最后教宗以圣母玛利亚 及圣方基格沙乌略 对天主爱的回应 勉励我们 为天主 为小弟兄 从内心深处说 天主 我在这里 你愿意我做什么呢 来回应爱和正义的邀请 蒙昭去传扬爱 弥撒结束时 新加坡总主教 吴成才书记 感谢教宗的临在 书记希望 教宗此次的访问 不仅重新点燃 新加坡信德的火焰 且在心中燃烧得更旺 加固合一的联系 让教会在新加坡 成为爱与希望 慈悲 怜悯 正义 包容的灯塔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